各位老师好 我叫阮世青 今年23岁 我是99年出生的 我刚毕业于多久 毕业于河内首都大学 专业就是汉语 在校学习的过程中 我已经学过了 听说读写汉语翻译 汉语语言等各方面的课程 然后在校学习的时候 成绩也是比较高 分数还是可以的 然后经常得到老师们的夸奖 学习的在校学习的那段时间 我已经去做家教了 就是教别人中文 但是平时就是一对一 或者最多就是一对三 教同时教三学生 所以呢 我现在是想找个比较专业的中心 去当汉语老师 希望能为各位公司奉献 创造更多价值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